哈喽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长痘痘和闭口的原因 以及我们如何快速的去痘痘和闭口 而且不留疤痕 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勇绝后患 再也不长痘痘了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视频没有任何的广告 也没有任何的推广 纯属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的一个分享 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就让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 首先呢我们的视频 来说一下长痘痘的原因 那我自己这一次分享的长痘痘 主要是集中在下巴如何避免 因为其他的地方 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我主要是这半年下巴在长痘痘和闭口 那我现在已经完全的好了 所以想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首先来说下巴长痘痘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内分泌不好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女生可能 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女生毕竟会来生理期 那你内分泌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是不是生理期不规律 其次就是你生理期的时候 血流量是不是不正常 第三个就是你是不是身体里有淤血 那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大家去检测 然后来决定自己是不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变秘 就是大家知道在下巴长痘的时候 也有一种可能是 其实你是变秘 那变秘当中呢 也是有三小项 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天生的 有的人可能就是胎里带那种天生 就是容易便秘 还有一种就是你是不是肠子比较热 就是可能你的体质比较热 所以就是你特别容易便秘 第三个就是你是不是 就是吃个东西比较不太健康 假如说你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或者是你不喜欢吃水果 不喜欢吃蔬菜 或者是你喝水非常的少 这些都会有影响 那对针对这一部分就是你改正嘛 除非你是天生的那种没办法 但其他的我觉得你都可以尽量改正 不管是吃一些多吃蔬菜水果啊 保证喝水啊 其他的你都可以改正 第三个呢 就是你下巴是比较油的 就是那种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然后呢 如果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你假如你说我油性干性 混油混干 不管你任何肤脂 可能都会只是表面上的 但你下巴是属于那种油脂分泌旺盛的 假如说你像我是中性敏感肌 我的皮肤就是颧骨这两边 非常的角质层非常的薄 然后不能晒不能冷 就是一有点风吹草动 它就会很红 但是我的下巴却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但是我并不是说 哦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我是最近半年才会变成 下巴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那我自己分泌旺盛之后 那我就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情况 来做了一些调整 那大家可以看自己是不是 皮肤哪哪都是干的 之后下巴是油的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下的 再对症 好 第四个就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使用的牙膏 是不是比较不适合你 那我们日常都知道 正常的牙膏里面都是含有浮的 那浮这个成分呢 是可以控制你的牙齿 就是怎么讲 是对你的牙齿健康 防止你长蛀牙的 但是如果这个成分过高 或者是你本身的体质 跟这个成分 就是有过敏 所以你也会下巴长痘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只需要把你的牙膏换掉就可以 所以大家综上所述 一二三四 就根据自己 你是不是内分泌不好 像我自己的原因就是 我生理期非常的准时 就是很准时的那种 然后我的血流量也比较正常 也没有什么淤血之类的 我之前有过 但后来我停掉喝冰了之后 就是没有什么淤血了 那便秘这个事 就是蔬菜水果喝水 我自己都觉得我有做到 我也不会让自己 就是什么便秘的这种 就是我一定要把身体的脏东西 排出去我才觉得健康 要不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差点是这种 第三个就是 我真的是属于那种 下巴油脂分泌旺盛 在这半年的时间 那牙膏的话 我有试过 也有换过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就是下巴油脂分泌旺盛 那大家根据你们的原因 再去找其他的问题 然后对证下 好 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说 说一说的就是 我们如何快速的 去掉痘痘闭口 然后并且不留痘印 不留疤痕 然后关于这方面 其实我自己的内心 是觉得说 没有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快速 一步登天就好的 所以那我们 没办法快速的话 就是尽量做到加速 那在加速当中呢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你就是去使用一些痘痘药膏啊 或者是一些凝胶磨之类的 去控制 那这个怎么控制呢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的 李富全的K乳 然后或者是 你有其他你想用的一些 去痘痘的产品也好 点涂在你的痘痘上面 然后让它去催熟 当然它这个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时间会比较慢 它不可能说 一夜之间就变好 因为你也不是 十五六十七八十八九的那种 睡一觉 然后痘痘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它这种的好处就是 它痘痘比较从根处 恢复 就是它其实长痘 并不是表皮上长了这么颗痘 其实可能是在 皮肤的深层当中 它这些东西就可以加速你的代谢 让你的这个痘痘 尽快表露在表面上 然后干涸 在你洗脸的时候 不管是洗脸啊 去脚质啊 然后它干掉 变成一颗小粒粒啊 或者是怎么的情况 你在洗脸的同时 它就自己就掉了 这种优点就是 没有痘印 直接就是 感觉有个 好像有个红红的小点 或者是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痕迹 这样的话 你直接就恢复了 没有任何的伤口 但缺点就是时间太慢了 你需要有耐心 第二种就是我们去 用更滋润的护肤品 或者是更滋润的一些东西 来去催熟它 假如说像有一些 红红种种的痘痘 你觉得它发出来了 可是它就没发 哎呀 它就一天不发 两天不发 那种红红种种的痘痘 它不可能说 用这种药膏把它别掉 然后干掉 不可能 这种类型的痘痘 就是需要让它滋润 让它尽快的长大 不管是冒白头也好 还是它红种发出来也好 只要把那些种种的东西发出来 这个痘痘差不多 就算是完整的好掉了 那这个发出来的这种呢 滋润的 优点就是它速度比较快 可能有的时候 真的是一两天的功夫 哎呦 起来了 就是差不多这样 但它的缺点 就是它发出来 不管是露白头也好 还是整个农包都出来好 你势必是要挤吧 当然你如果有条件 大家可以去找医生 专业的人士去挤 但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一比较 手比较招欠 就是一出来 哎呀 我好想挤 就那种 能忍个一天半天的 但是不行 结果还是会把它挤掉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 条件去医院 像我们这去个医院 也不方便 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 你消毒是不是会彻底 你会不会进行二次感染 其次呢 就是你哪怕我 消毒彻底了 没有二次感染 但是你可能会留下痘印 或者是痘疤 你它们的印子 会深深的在那边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把它恢复和代谢掉 所以它时间比较长 但是这两个方法 是我自己 目前用下来比较实用的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如果我之前的痘痘 闭口是那种摸上去 感觉有 但是它并没有发出来 像这种情况 我就去会涂一些 痘痘凝胶啊 痘痘乳啊 什么之类的 让它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呢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它真的是变成那种 干粒的那种 你直接就剥掉了 好 洗脸就掉下去了 一点疤痕都没有 恢复的很快 还有一种 它发出来之后 变成了红红种种的 没有冒白头的痘 那这种情况 你却需要去滋润它 让它把那个 红红种种的发出来 变成一个白头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就再把它挤掉 然后就会 好了 那当然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贴痘痘贴 当然痘痘贴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欢或者是购买 方便程度去选择 所有的痘痘 我自己的经验 只要有伤口的 一定要贴痘痘贴 因为你不能保证 你的手或者是怎么样的 完全能把它挤干净 所以你一定要贴那种 像我之前去做脸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也会挤痘痘也好 或者是挤一些脂肪力也好 那它挤完了 确实消毒了 也弄干净了 但是我还是会 在每一个伤口都贴上痘痘贴 大家知道就做完脸之后 那脸已经没法看了 然后呢 都是那种红红种种 因为我脸又属于那种不吃力的 就稍微一碰就红的那种 然后再贴上痘痘贴 真的很难看 但是痘痘贴可以加速你的愈合 然后可以更加的消炎 也不会让有脏的细菌啊 空气啊什么之类的 跟它去接触 好得比较快 然后比较彻底 也不会留疤痕和痘印 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 那在这一系列 完全好了之后 你们要抓紧图美白精华 这样我自己也想 你随便你用任何都可以 其实所谓的美白精华 我知道有很贵的 有很便宜的 不管 就是你觉得说 你能用得起 并且可以坚持用的 就可以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靠坚持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说它超级好用 一天就白回来 不可能 就是你就选你最喜欢的东西 觉得负担得起的 然后一直坚持的图 它的痘印就会消掉 那第三部分 我们要来说的是 如何让痘痘和闭口 可以永绝后患 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做到这几点 还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个就是要作息规律 第二个就是饮食清淡 第三个就是 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这三个 我觉得可能 现实生活当中的 我们可能没办法 做到完全的 像疫情期间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到 因为没办法 你只能这么做 那可能以后恢复了之后 大家可能就没办法 在这三个条件当中 我觉得大家 如果你可以做到 作息规律 你就相当于就是 成功了一半 就是你保证你的睡眠 质量和你的睡眠充足 你假设说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熬夜 我熬到两三点三次点 大家都年轻过 都熬过夜 其实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人 值得你用你的皮肤 和你的脸 和你的健康 去换跟他聊天也好 或者去刷手机也好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所以就是有那个时间 不是早早睡觉 但是你可能说 我工作太忙 我没办法 那你可以早起座嘛 你睡到早上就五点 那你就起来工作 什么该怎么干嘛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工资 说实在话 大家工资 这也都是正常情况下吧 除非你说 你是非常忙的那种大老板 你可能一秒当中 或一个小时当中 有几十万几百万的 单子等着你 除了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管你是谁 就是你就要保证 自己的身体 讲说难听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身体好了 你漂亮了 其实你就是有资本 对不对 所以你要保证你的睡眠 那如果假设 你不能保证 偶尔可以熬个夜 什么之类 但是你一定要用其他时间 就是再把它补回来 不能长期的 不间断的这种熬夜 对身体真的不好 然后第二个 就是饮食规律 就我知道大家差不多 都是属于那种吃外卖的 然后点外卖的 大部分都是这种 像我自己也是 就你尽量保证 你的早餐和晚餐 是正常的 你中午吃外卖就吃了 那晚上的话 你如果真的要点外卖 尽量考虑到 就是健康一点的 别吃的太油腻 那你早上 就是要保证营养充足嘛 假如说鸡蛋啊 淀粉啊 什么蔬菜水果 就这样 那如果假如说 你晚上没办法 就是可能需要 跟小伙伴们聚会啊 或者是有什么约会啊 那如果你要吃了的话 那你们不可能 每天都吃火锅吧 对不对 也不可能每天都烧烤吧 那假如说 你偶尔吃个牛排 起码是蛋白质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吃了火锅啊 烧烤啊 这种类似于什么 什么螺蛳粉啊 这种不健康的 你就去找那个 我看小龙说上 我有解药 我们吃这个的 解那个的 吃那个解那个 不管 但是就是 你就是尽量的 能一物相一物的那种 吃了坏的 就要用好的去补一下 或者是你今天 暴眼暴食了 好那你未来的两天 都让自己的饮食清淡 把自己的肠胃调整过来 你不可能天天 都大鱼大肉 就这种火锅烧烤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就是怎么讲 饮食尽量做到健康 如果没办法的话 就尽量去 怎么讲 清淡吧 一天半暴食 两天清淡 大概就这种 然后这方面 就我特别推荐大家 去吃一个水果 那我不知道国内 是不是普及啊 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说 就是我像 我最近吧 就是每个星期 都会买那个火龙果 我觉得那个 就当然这火龙果 是之前有一个小伙伴 给我们推荐的 然后呢 它是那种黄色皮的火龙果 我觉得这火龙果 真的是神了 它就特别精你的肠道 当然看你的肠胃的耐受能力 有的是肠道耐受能力 特别好 你吃三个 它也没什么反应 但你像我们 假如说像我啊 侯老公他们那种 就是我老公的肚子 是非常敏感的 就是他吃完 就一下就可以 就那种 就反应很快 它就是属于那种 它的胶质 以及它里面的那种 维生素 含量特别高 它吃完就会让你 非常顺畅的排泄 就是大家可以在家里 常备这火龙果 反正我就是 自从小伙伴 给我们推荐之后吧 就是都有吃 之前就是那种 比较懒的那种 有时吃有时不吃 然后后来现在就觉得说 还是要坚持吃 我觉得很多水果 假如说西瓜 含糖太高 什么苹果 虽然说是粗纤维 但我懒得啃 就是但我觉得 这个火龙果就还不错 就是大家可以推荐 当然你可以随你 你愿意吃什么 你觉得对你最有效 就是最好的 清常你吃苹果 香蕉都可以 就是看着大家自己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要 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 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出汗 那出汗的点 就是要不然你可以去游泳 去跑步 去健身 如果你说我真的没有时间 那你就在家 做一些那种健美操之类的 像我自己有时候 每天晚上下班回来 就会做那种 潘莫拉的那个健身操 小红书上都有 假如说新手友好的 是做哪些 然后你已经是中级的 高级的你要做哪些 就是我觉得你们 找适合自己的 你可以刚开始 我只做一套一套 一般就十分钟 那你也可以说 我体力比较好 我想那天多做一个 那你就做两套 那就二十分钟 那或者是有的是三十分钟 我一般是保证 自己每天晚上 能做三十分钟 就三套吧 因为它有的时间不一样 反正就三十分钟 到四十分钟之间 提高新陈代谢 其实提高怎么 就是让你自己出汗 就是脸上的汗啊 身体的汗 你的汗其实是一种排毒 其实大家也知道 减肥出汗是减不了肥的 你不可能说 出来的汗都是油 然后你瘦了 肥肉是从呼吸当中出来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靠谱 但大家有待 有待自己再去查一下 但是出汗确实能让 你的鲜沉代谢变好 你鲜沉代谢好了 你的痘印自然会代谢的比较快 然后皮肤的生长 也会比较快一点 那如果说 我既不喜欢运动 我也不喜欢跳操 我就想那么呆着不动 那就选择去泡脚 或泡澡 那我自己也会泡脚 就像我一般做运动 我再会去泡脚 那我一般就是用花椒泡脚 或者用生姜泡脚 那花椒是特别能排你身体里的湿气 然后呢 它比较快速的 就是那个温度上来之后 就会把它排泄掉 就比较快就容易出汗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就去用花椒泡脚 但是你泡完脚之后要洗 因为花椒泡脚会麻麻的那种 真的卤猪蹄的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花椒泡脚 如果你觉得我不喜欢花椒 那你去用生姜 因为生姜也是那种暖身的 对女生比较好 像大家日常在这种空调房待久了 其实汗毛孔都是闭上的 你想让它出汗 其实是比较难的 所以你用花椒啊 或者用生姜泡脚 都是让它快速打开毛孔 然后出汗的这种都不错 那如果你说我们家有桑拿房好 那你就去泡桑拿 生桑拿什么之类泡澡 就是这种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就是整体泡澡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泡澡很脏 不管你洗得多干净的浴缸怎么样 都是很脏 所以我只能接受泡脚 就这个事 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说你到底是喜欢什么来去做 我觉得其实只要做到这几点 就是你一定可以 就是减少长痘痘的机会 你的皮肤也会从里到外的透亮 好 以上视频就先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赞 关注弹幕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想再知道更具体的 或者有什么更具体的问题 也可以告诉我 我再出一些专题 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那就让我们先到这边吧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